都是A股东西的 金融蝶战 在你一期视频开讲之前 如果未订阅的朋友请你点击下面的订阅按钮 顺便按旁边的小铃铛 那你们就可以随时收到我们的最新视频 在上一期的视频里面我们讲了 穷人赚钱难翻身难 一代有一代都是穷人 大家都想尽办法看看如何摆脱贫困 有一个逆袭的机会 但是大家都想不到 这位香港美女玩金融玩得好像叠战 她只需要两个萝卜 一套假系统 就将金融大佬玩到转转 但是想心一层 到底是她将金融大佬玩到转转转 还是金融大佬玩到他转转转 骗死老鼠给他吃 欢迎你看完这个视频之后在下面的评论区 写出你的想法 好了 言归正转 我们大家来看一看这位美女是怎样通过金融诈骗手段 骗到300亿人民币 就是这个香港女人 她的名叫做罗正 黑国京东罗伯章 偽装成京东的员工 居然能够骗到300亿人民币 你一见这样的事你敢不敢相信 敢不敢想象 受到牵连的机构包括是 知名投资公司 洛亚财富 哥菲资产 云南信托 等多家金融机构 因为A股不说没得 再加上它又大意灭争 所以罗正的这宗诈骗案 才浮出水面 如果不是这样的话 罗正到今天为止 仍然是岁月静好 大发还财 罗正本来是买毛巾的销售 但是突然间在1996年 他在香港创办了成兴国际集团 买入了两家公司 一家是香港的成兴国际控股 另外有一家是在新加坡 罗正曾经说过 他的成兴集团公司主要业务是做IP 曾经和NBA签了份合约 是NBA的国内独家品牌授权 其中还有变形金刚 功夫红猫 等等一系列的IP国内授权 本来只是IP授权这些钱都够他吃 但是罗老板自传高院 胃口越来越大 觉得这样做还是离钱慢 所以他决心 就要玩一玩金融 玩一些离钱快 成兴国际集团 和京东、苏联 签注了一个供应链贸易合同 电资为京东和苏联开展采购业务 等到京东和苏联 将货物买得差不多的时候 才和成兴结账 这种电资采购 就出现了会计上的应收账款 这个应收账款就相当于债权 是可以拿出去融资的 特别有京东和苏联 这些实力那么强的公司的应收账款 就更加容易得到投资公司的信任 在这里举一个应收账款的例子 比如有1000万的应收账款 可以拿到资本市场融资800万 这个时候债权就可以变现了 得到这800万之后 罗老板可以将这800万 继续投入资本市场获利 等到京东和苏联同成兴结账的时候 收回1000万的应收账款 然后将这800万还给融资回来的投资公司 罗老板这样就赚了一大笔 想法是非常之好的 但是罗老板真是太贪心了 他觉得既然京东和苏联的应收账款那么好用 就干脆造假 製造假的应收账款 结果好戏就出场了 罗正首先黑了两个罗白章 一个是京东 一个是苏联 然后做了一批假合同 全部吸收了这些假章 看上去罗老板就有很多 来自京东苏联的应收账款 然后拿着这些假合同就走去洛亚财富那里进行融资 洛亚财富的创始人汪正波也是一个成功的女企业家 和罗正的关系非常之好 既然互相都是默契的关系 京东的应收账款风险也都非常之低 汪老板就觉得这一筆业务可以做 于是就派人到京东和苏联去做调查 使人拍案叫绝的精彩桥段 就在这里上演了 罗正想 如果你们去京东和苏联调查 那我就穿包 不行 我一定不能给你们见到真正的京东和苏联员工 罗正这样一想就居然做了京东和苏联的假员工牌 然后叫假员工 挂着这些假员工牌 提前就去到这两家公司去截户洛亚的调查人员 然后就带着这些调查人员去办公区里面 转圈圈 事前他们又搭着一个假系统 完全模仿京东苏联的后台数据库 除此之外 罗正居然还提前注册了一家叫做网银在线广东公司 一纳眼 还以为是网银广东分公司 罗亚的调查人员一看 有数据库有台帐 有结算单 什么都有 最要命的地方就是 他居然可以在京东的办公室里面 运行自己的假系统 不信都不行 结果这次实地调查就这样就过了关了 为了审慎起见做完实地调查之后 洛亚分别向京东苏联财务发行 要得到财务一个书面答复 确认是不是真的存在你一笔应收账款 这个时候罗正又开始拗头了 如果两家公司都收到这个确认 那当然是爆煲了 所以罗正又派了假员工到这两家公司 将洛亚发过来的快递就截户 然后自己监上苏联和京东的假章 虽然玩了这一套组合权 罗正仍然感到不保险 行赌了洛亚的一个项目负责人荒谬 200万 就这样 罗正获得了洛亚的信任 而洛亚就拿着这些假的应收账款 在一众投资人那里 囚集了100多亿 除了洛亚之外 罗正后来又找到了商财证券 摩山保里 云南信托等公司融资 最后总计到手300多亿 压了那么多钱 最后怎样用呢 这个时候 A股就闪亮登场了 罗正是这样想的 如果把压回来的钱放在A股里面 打几个关斗 赚到了之后 就可以把这300亿还回头 那自己就可以空手套白浪 大赚一笔 所以这个时候罗正就把眼睛 钉着A股里面的好几家上市公司 但是人算不如天算 他买的股票 买哪只就哪只税 由于长期亏损 那边融资的钱 又要还利息 最后资金链断裂 资金链断裂 都不理你是否老友 落雅的汪靖波 直接报警 结果300亿的雷就爆了 这个时候 买了落雅投资产品的投资人 个个都非常之憤怒 有没有搞错 号称专业的投资机构 居然可以被两个罗伯章就骗了 最后 罗正被判了无企图言 那个被行赌200多万的荒谬 被判处有企图言三年 罚金10万 整个案件 商财证券 摩山堡里 上海 戈飞 云南信堂 安徽众讯 等投资机构 共损失超过88亿元 为了给投资人一个交代 罗亚财富刚才就起诉了京东 有人就说 京东其实是不知情的 很无辜的 但是你心想一尘 如果京东内部没有人配合 罗正可以随便使用办公室和会议室 甚至可以黑龙出一套一模一样的供应商系统吗 还有好像 罗亚你一类投资公司的财务总监 个个都不是食債的 那么容易被人骗的吗 那么到底他们有没有配合罗正修改数据 趁机撈一些油水呢 罗正已经被收监 所有这些交易内幕 就只有天知道了 不知各位朋友听完之后有些什么看法呢 欢迎在下面的评论区里面 发表你的想法 如果想继续收到我们的最新视频 记得点击下面的订阅按钮 顺便按下个钟仔 多谢